今天讲讲昆仑山绝密的屠龙事件 这个事情是光哥讲的非常神秘 故事发生在昆仑山 确切地说 在戈尔木那棱格勒峡谷附近的死亡谷 有名地狱之门 我五一期间去了戈尔木 去那边是为了买传说中的 和田玉三大神仙料之一青海野牛沟料 原本以为到了青海料大本营 买几块玉料还不好买 结果看了好多玉料都不行 当地造假很厉害 大部分都是用三叉和老料冒充的 市面上所谓的正品野牛沟料 基本上都是三叉和老料 两者很像 有几块真的都包裹着大块白浆的毛料 这种料开一百块都开不出来一块好的 属于自杀式毒瘤 后来实在不行 就联系上了青海豫王的儿子 问问他有没有 他说 现在全青海恐怕只有三块大名料 都在他们家 其中最好的一块在他手里 他给我们看了看 的确非常好 也的确是天价 我们算了算 价格实在太贵了 就问他还有没有 他保证全青海都找不到第二块那么好的料 为了佐证这个说法 他亲自带我们去了著名的三叉和域矿基地看了看 矿山海拔极高 高反严重 而且极其荒凉 真像月球一样荒凉 矿区里不能拍照 我在外面拍照时 发现照片里出现了一群小动物 我问他们 听说之前来矿区买预料 如果看了不买 会被丢进矿洞里 是不是真的 他们摆摆手 这都是老黄历了 现在都闻名了 那不会的 我才放心了 那边说 把人丢矿洞不可能 最多丢一只手 我 我们在库房转了半天 的确没有野牛沟的名料 只好花天价买了他那块 买完后 他说野牛沟料 其实是不能卖的 他们家也就三块那么好的料子 都放在家里供着呢 我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说白了 大半的青海玉矿都是他们家的 真正的万亿身家 家里共和田玉 也应该是五万亿克的羊枝玉啊 怎么能攻山料呢 他没解释 而是问我 有没有去过野牛沟 我说 去不了啊 在这边都高反了 据说那边气候更恶劣 只有野牛才能生存 不敢去啊 他指了指远处 隐约有一座建筑 他说 那里是西王母的神庙 神庙那里就是野牛沟 他解释 野牛沟说是沟 其实是一片河谷 那里有许多野生动物 有成群结队的野猫牛 野驴 藏羚羊 藏马熊 石壁上雕刻着上千年前的壁画 顺着野牛沟往前走 尽头是一个湖 那个湖以前叫黑海 现在叫瑶池 我已经是西王母那个瑶池吗 他点点头 对的 传说中万山之宗 龙脉之祖的昆仑山 最神秘的地方 西王母的道场 也是仙界开盘桃大会的地方 瑶池 他说 所以野牛沟料 在玉石街的地位很高 而且其他玉料 都是一个矿洞打进去 直接挖就好了 野牛沟不是 它是一块一块的 外面包裹着厚厚的白浆 东一块 西一块 像老母鸡在山上乱跑 到处下蛋一样 所以也有人说 野牛沟料 是西王母开盘桃会 在瑶池大宴群仙时 神仙喝醉了 酒杯里的穷瑶美酒 洒在地上 化成了预料 想想就令人心持神亡 有机会 的确要去一次野牛沟 看看传说中的瑶池 很多年前 我就听说过 戈尔木的许多神秘故事 知道这里很神秘 但是的确不知道 瑶池也在这里 更没想到 自己后来会做和田育 和这里产生了 丝丝缕缕的联系 戈尔木是一个 很神秘的地方 它地处青藏高原腹地 为青海和西藏的交汇处 也是通往新疆 西藏 甘肃等地的中转站 青藏 清新 敦阁三条公路交汇 青藏铁路和青藏公路 贯穿全境 戈尔木面积非常大 它有多大呢 它甚至比韩国还要大 忍不住感慨 中国是真正的地大物博 浮原辽阔呀 随便一个城市出去 都比一个国家大 这样辽阔的国土 这样勤劳努力的人民 有什么困难战胜不了的呢 我听说的戈尔木神秘故事 是一个老朋友光哥给我讲过的 新读者估计不知道光哥了 这是一个我十几年的老朋友了 也是我的忘年交 我很小的时候 附近在四川做工程 我在成都那边浪荡 偶尔大车去见一个亚安的姑娘 当地大的车就是光哥的 光哥是一个走南闯北的大车司机 年轻时跟着一个传奇师傅白师傅 往昆仑山兵站送物资 见过许多神秘事件 他当时还年轻 在戈尔木开车又极其荒凉 到处都是戈壁滩 光秃秃的山 纯粹幽蓝的天空下 大颗大颗明亮的繁星 有时候几天都见不到一个人 他这种年轻人 哪能受得了 就缠着白师傅讲故事 白师傅有一次 就给他讲了一个 昆仑山神秘喇嘛的故事 白师傅说 这还是好多年前的事情 他当时还没退伍 就在戈尔木那边当兵 他当时还没当连长 不过也是一个小领导 当时开着一辆车出任务 在那朗格勒峡谷附近 那朗格勒峡谷 好多人没有听说过 但是说起它的另一个名字 估计大家就知道了 就是昆仑山地狱之门 是的 这里就是著名的地狱之门 据说这里磁场紊乱 常常有雷击电闪 洞土下全是暗河 沼泽 据说里面散落着人寿海谷 没有人赶进去 后来也被列为了禁区 被称为世界五大死亡谷 他当时也听说了 许多关于地狱之门的事情 也不敢多待 想着赶紧远离这个地方 结果距离峡谷没多远处 他就看到了一个喇嘛 一个受伤的喇嘛 那个喇嘛躺在戈壁滩上 降红色的僧衣痕醒目 他有些奇怪 那么荒凉的地方 哪里来的喇嘛 而且好像还受伤了 等开到近处 他跳下车去 看了看 喇嘛受了很重的伤 他的腹部像是被野兽掏开了 肠子都流出来了 而且像是很久了 腹部伤口都发炎了 看着像一节腐烂的腊肉 他想把喇嘛背到车上 喇嘛却摇摇头 用磕磕巴巴的汉话说 他没有关系的 只要躺一躺就好了 而且他的肋骨断了 也没办法坐车 他回车上找药箱 也没找到 急得不行 喇嘛见他四处找药 就安慰他没事的 没事的 他临出发前 上师赐过他神药 只是还没到关键时刻 还不需要服用 白师傅就苦笑 想着都伤成这个鬼样子了 恐怕也只有神药能救活他了 喇嘛看他不信 就说这真是神药 这使寺院传承了几百年的神药甘露丸 使寺院佛像显生石流的血泪 非关键时刻 不能用 白师傅就说 你都这个时候了 还不是关键时刻呀 喇嘛还在犹豫 说他这次来 也是执行寺院的任务 不能轻易消耗掉神药 他说 自己来自藏地大雪山深处的 一所神秘寺院 此行侍奉寺院的密令 来秘密捉捕逃亡的魔女 他说 他们寺院有一个隐秘的地宫 里面是数百尊 猙獰怪异的魔女雕像 被数百根铁链子拴着 他们每隔七天就要去查看 如果有链子松了 就要干净处理 如果有链子打开 魔女跑出去 就会祸乱人间 前段时间 有道理人受伤了 寺院把他们救了 安置在寺院里 没想到 他们发现了地宫的魔女雕像 以为是文物 就弄断了几根铁链子 偷走了几尊 他是被派出来巡回这些的 他们一行有七八个人 其他人都死掉了 只剩下的自己了 好在魔女也抓捕得差不多了 白师傅就说 你要清楚啊 现在一堆人救你自己了 你要是也死了 那剩下的魔鬼 岂不是要害死更多人 喇嘛想想也对 就服用了这枚药丸 白师傅觉得 这种药丸 估计就是心理作用 这人肯定就不活了 不过人还活着 也不能不管 他直上也没法上车坐着 就给他抬到了避风口 抱了床被子给他盖上 又弄了点汽油 搞了点篝火 留了点吃的 就走了 没想到 等他执行完任务回来时 他在这里又一次遇到了那个喇嘛 这一时的喇嘛 已经完全看不出来受过伤了 他站在那里 高大威武 手里握着降魔杵 像一个怒目金刚 喇嘛说 他是特别在这里等他的 感谢他救了自己的命 他现在已经没问题了 要去捉捕剩下的魔女了 白师傅也暗暗称奇 想着这神药还真是神奇 真能起死回生啊 又问他要去哪里 顺路的话 可以烧他一城 喇嘛指了个方向 竟然是地狱之门 白师傅开到地狱之门口 再往前就是禁区了 不能再开了 喇嘛就跳下车 向他何时感谢 临走前 还将自己珍藏的最后一枚药丸 送给了白师傅 说这没神药 可以救他一条命 非关键时刻 不要用 白师傅看着他 慢慢走进了地狱之门 渐渐消失了 他后来一直把这枚药丸 带在身上 想着万一真出事了 就能吃 后来没想到 这真救了他一条命 他说 他回去不久后 就升职 做了小领导 带领一队士兵 负责巡逻周边 以及保护牧民安全等 当时 有牧民连续报告 说许多牛羊失踪 怀疑有野兽群 袭击了羊群 牛群 他就开始带队调查 后来调查到最后 就发现好多羊群 牛群 都消失在了那 冷格勒峡谷 也就是传说中的 地狱之门 他当年还年轻 也是立功心切 觉得什么牛鬼 蛇神 都是直老虎 我们为了拯救 牧民的牛羊 什么都不怕 于是打了个报告 就率队 进入了地狱之门 刚开始进去时 发现这里只是一个 环境优美的普通河谷 再往里走 越觉得恐怖 河谷里开始出现动物骸骨 而且越来越多 甚至在地上堆满了厚厚一层 好多地方堆成了骨头山 看起来格外猙獰恐怖 而且更可怕的是 他们遇到了许多牦牛 都双膝跪地 垂头而死 像是献祭一般 而且他们仔细检查了 这些牦牛身上 并没有任何伤痕 就像是自杀 他们在周边检查了一下 发现了许多巨大的怪异的动物脚印 他们怀疑 这里隐藏着什么特别凶残的野兽 把牦牛吸引过来 然后活活吓死了 大家继续往前走 越往前走 越觉得危险 这里地下都是基米后的洞土 有些花洞啊 下面都是沼泽地 一不小心就会陷进去 变成了一副骨架 还有就是 这里的磁场是紊乱的 完全没有任何信号 对话机 手机什么的全部失灵 连导航什么的都不行 很容易就迷路了 最可怕的是 这里经常会出现神秘的闪电 闪电追着人走 而且这里是闪电是红色的 他们走到这里 也是伤痕累累 好在还没有人死亡 他也开始犹豫了 想着要不要回去 先通知部队再说 结果这时候 就听见河谷里传来了一声枪声 的确是枪声 结果又是一连串的枪声 以及人的惨叫声 以及野兽的嘶吼声 白师傅听到枪声 想着这肯定是进入山谷 寻找牛羊的牧民 可能被野兽攻击了 所以开枪自卫 赶紧招呼着大家赶紧过去 支援牧民 他们赶到后 发现那批放枪的人 并不是牧民 而是一批盗猎的 按说盗猎的见到他们 就会闻风而逃 但是这一次 他们像是吓破了胆 拼命朝着他们喊救命 朝着他们跑 还有人丢了枪支 跪在地上磕头 白师傅也有些慌张 要知道 这些盗窃的 武器装备都很精良 而且都是刀口上 填写的亡命图 什么都不怕 又有什么东西 能把他们吓破胆 但是当时情况紧急 也由不得多想 这些盗猎的 肯定要接受 国家法律制裁 但是也不能任由野兽 在这里吃掉他们 于是他下令 紧急戒备 准备支援 大家都紧张极了 手掌里都汗津津的 大颗大颗的汗水 顺着额头流进眼睛 难受得要命 他眯着眼睛 死死盯着远处 想看看到底是什么兽群 能把一只盗猎队伍下破胆 没想到 并没有狼群 熊群 只有一只动物 那是一只灰褐色的 巨大的怪兽 远远看去 像是一只巨大的蜥蜴 但是身上厚厚的甲鞘 头上的尖刺 又像一头巨大的犀牛 当时所有人都惊住了 甚至都忘了放枪 大家心里 都拼命想着一个生物 直到有个小战士 忍不住大叫起来 龙 龙 那是一条龙 的确 那个神秘生物 像极了传说中的龙 没想到中国真有龙 那条龙像是拥有智慧 他先冷冷地瞪了他们一眼 看他们没有开枪 就无所谓地晃了晃脑袋 朝着盗猎人走了过去 盗猎者显然被他吓破了胆 开始拼命朝他开枪 子弹哗哗打在他身上 他毫不在意地晃了晃 像是完全伤害不到他 有个小战士说 他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他缓缓走了几步 突然一个俯冲 就撞飞了一个人 接着尾巴一扫 又把一个人扫飞了 有个人摔倒在他们身边 口吐鲜血 最后挣扎着说 小战士 真没用 他突然热血上冲 想着自己身为一个战士 竟然被吓住了 在这里眼睁睁看着暴徒行凶 他大喝一声 住手 然后朝着那个怪兽冲了出去 就看见眼前一闪 那怪兽就冲了过来 眼神里透露着一丝无奈 接着自己就被远远抛了出去 他在意识涣散时 最后一个动作是掏出来了那枚药丸 吞了下去 接着就昏倒了 等他醒来后 已经在医院里了 刀猎者全部被杀死 连队的人全部失踪了 只有他自己还有一口气 被救了回来 他知道是那梅药丸救了自己 白师傅也退伍了 他退伍后 也念念不忘这件事情 尤其是那些和他出生入死的战友们 他虽然退伍了 还坚持在戈尔木那边开车 给兵战外围送物资 后来收了个徒弟 就是光哥 也在这边活动 他觉得 那条龙应该是在守护着什么 那件东西被盗猎者盗走了 然后愤怒屠杀人群 他觉得 这条龙并不是恶 也不热衷屠杀 甚至有可能是被人豢养 或者收服的 类似某些大门牌的镇山神兽这种 他怀疑 那些失踪的战士们并没有死 可能被他掠走了 死亡谷里可能还有一个地方 也许类似一个结界 类似一个世外桃源 他们可能被带到了那里 所以他一直等着 那条龙再次出现 看看能否找到战友 再后来 他终于接到了电话 转身走了 光哥说 白师傅走后 把那个电话留给了他 他一直待着 不知道电话会不会再次响起 不知道白师傅还会不会出现 但是他会一直等他